他是历史上真实的黄飞红 一直活到了1925年中年69岁 通过影视剧我们大家都知道 黄飞红这个人物 他的原名就是黄西祥 而历史中真实的黄飞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黄飞红1856年 出生于广东佛山 自幼习武 从小就跟着他的父亲 黄启英学武 他的父亲就是清末时期的 广东石虎之一 一些影视剧把黄飞红 也列入了其中 其实黄飞红并不属于 广东石虎之一 早期黄启英的日子 过得十分的辛苦 他便靠着武艺维持生计 而作为师父和父亲的他 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他一样 希望黄飞红有朝一日 可以考取一个功名 但是黄飞红却对读书 不是很感兴趣 倒是在武术方面 有很高的天赋 黄启英也只能同意 带着他一起卖武 卖武生涯一直到了1872年 才正式结束 从1874年开始 黄飞红担任武术教练 在1882年时 黄飞红成为了广州水师武术教练 三年后又被邀请为 军中技术搏击教练 1886年 黄启英染上疾病去世 同年黄飞红也辞去了教练的职位 在广州开了一个跌打医馆 名为宝之林 这里就成为了黄飞红一生中 行医既是广收门徒的重要场所 但在1924年10月 随着宝之林被摧毁 黄飞红忧郁成疾 最终在1925年病逝 终年69岁